歡迎收看小火子頻道 今集極速想講講究竟何時入市為之最好 不用說了,小火子不要講這些事 過去了,去年12月,11月12月左右 就是跌到這個,即11月,大家不知道有沒有印象 差不多一年就有,FTX爆鑊的時候 到12月是兩個月時間,11月9日到1月5日 都是沒有一個貧死狀態,這段時間是入市 當然最好,但是過去了 今天26,000,000是否一個機會呢 我看看一個比特幣世界中十分重要的歷史 如果大家玩開這個比特幣都知道,歷史很變態 很容易又很難,很容易就好像重複性很強 很難的就是究竟你相不相信這件事 我們持著這個步步驚心的過程 或者叫做有戒心的過程去推斷究竟是否可以用這個方法 那如果真的用這個方法的話 究竟什麼為之一個好入市位 如果大家看到這個圖 其實有少少邏輯的推理 都猜到什麼為之好入市位 那這個是23小時圖來的 那今集都想快一點點,大家看看 什麼時候有一譜很簡單,這點咯 當然啦,你貼不到最底的嘛 那這點咯,這批咯 那這幾批東西呢,我給三個大家 究竟這三個部分呢,有什麼共同之處 如果大家看到這個,這三個部分有相同的地方的話 如果今次又重複回上兩次 Halfing前一年的發生的事的話呢 那我們現在應該要做一些雙應部署的了 給三個大家看看這三個位置 這批,這批,和這批有什麼相同的地方 給三個大家,3,2,1,是啦 第一樣東西,可以看很多數據的 起碼第一樣東西,平均線來說不用說的 第一,就是這批東西,這批東西,和這批東西 都在死亡交叉之下發生的 在這個綠色的平均線,橙色的平均線 和這個比特幣的價格來說 比特幣價格要在橙色線的樓下 才是一個好的入市機會,第一 大家可能很害怕這段時間 那今天是不是呢,一會兒給大家看看 那就是第一點了,這裡有寫的了 已經做好一個功課給大家看看 鎮息死亡交叉,第一個 最好的買入市機就是三個條件 第一條件就是死亡交叉 第二條件就是那個價格,就是平均線的樓下 再第三,就是 這段時間我保持著買,這段時間也是很悶的 你有沒有看到嗎?不要小看,這段時間好像很短 但是,這個就是上當年的2019年的9月25日 去到10月23日,差不多是一個月的 另外那一次很悶的市都是11月24日 去到12月的,或者1月1日 代表這些橫市,或者叫做林哈兵前的悶市 都可能可以維持一個多兩個月 所以大家記住,這裡也是的 這裡開始312日 去到差不多半個月之後才回復正常 所以現在跟大家說,就是 今天究竟情況是不是這樣 第二,第二是忘記了 RSI這個位置,這個位置,這個位置,這個位置 5次入市機會,1,2,3,4,5 就是這個橫管期我們可以做的東西 那你說,小火紙真的想不到那個未來 或者不想搞那麼多東西,不想看著市 那你就平均每月1日買 這個你就自己決定了 如果想爭取更大回報呢 就可能要用我的這個策略去做了 其實這個世界你可以說得很複雜 或者這個世界你可以想很多的 但是如果想太多,其實那個時間成本 或者心神都不是那麼划算 對我來說,我當然是專注那個 可能工作或者是生意上 和時間投資的被動的話 那以我的觀念來講 有幾點都是走近這個大趨勢的 包括是那個加息進投 可能有機會可能要維持半年時間高息的 那再半年之後呢 可能就是下次Having的時候 又開始啟動引錢 可能到時候有新的股災出現都未定的 那大家可能 我看到這個市場很有趣的 就是好像我現在看這個History去投資 其實都很奇形 那大家都預估有一次312 那是否一定有呢 我們再看多一個 看多一次Having 那再上一次Having 就是2016年的7月 是沒有黑天鵝的 但如果用我剛才的投資策略 其實就極少入市機會 第一就是這個 剛才說了 死亡靠差之下 RSI又要 這個是RSI低的 有沒有看到 還有這個交叉呢 死亡交叉是有一點滯後的 看RSI比較準一點 如果你兩者一起看 就相對上一個 這裡有一個不錯的入市位 那之後沒有死亡交叉 有啦 這裡一決制 很短很短很短 還有這裡沒有RSI低的 所以大家真的要好好珍惜那個機會 很少可以讓你入市 在這裡 但這個是黃金交叉之下發生的 所以都是沒有一個好的入市機會 那之後就Having了 Having也有一個急插的之後 不要以為Having無敵 但Having之後 那個條路 條路就是光明很多 所以用回今天的開放 其實已經失去了兩次機會 我剛才看到 第一這個是死亡交叉之下 這個其實是 如果你用回一個死的方法 去放回那個系列 其實你就會 蝕很多次 有沒有看到 這個死交叉 然後RSI又入一次 28,000入一次 然後呢 可能這個叫做 萬七入一次 都不太差 其實如果是這樣 但是 這個18,000入一次 之前都有的 但是 我講的是 就是 就來Having之前 再加上以上的 三個條件之下 才入貨 我覺得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就是說 不是說極端紅市的時候 RSI也好 或者黃金交叉 寫網交叉 全部都是失靈的 全部都是 無論你什麼時間買 都是很大機會虧的 你有沒有看到 即是說 這個方法沒有加消波子 不是的 你看看 這裡買又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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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現在叫做 跌光跌正 想在這個市場上面 打滾的人都少了很多 就好像這段時間 跌光跌正一樣 反彈了一輪之後 又再沉寂一輪 所以今天這個做法 我都覺得是相對上 已經是 穩陣很多 但是 有些人說 不是的小火子 現在有機會 很多人說跌到兩萬 都是那句 沒有人會知道 可能有機會 黑天外什麼都好 但是 如果真的沒有的話 其實 你想想 黑天外你當是跌到兩萬 今天兩萬五 就跌兩成 但是如果一個月 反彈到三萬一 甚至乎更加高 你就永遠會有個感覺 就是又要高追 或者你估計 下次牛市 我保守一點 可能是十萬 或者十一二萬 那你兩萬元 和兩萬五入 其實 而且你不是全入式的 可能是全入式 我不知道你什麼 都可能 總體的總回報 可能有 五倍變成四倍 不會相差很巨大 但是如果錯過了 但是我沒有水晶球 沒有人有 但是 今天是否一個機會 如果用剛才的條件 就不是的 就是兩萬五元 這個才是 死亡靠差 再加這個 而且 RSI低 其實這段 也是 但你平均價 可能是 兩萬五千七 兩萬五 這些位置 都是一個 不錯的儲貨位 今天是否 兩萬六千五 其實和兩萬五 都差很少 如果真的要搏到最盡 現在就不是一個好的機會 因為死亡靠差 到了 但是RSI未到 Youtube的影片就到這裏 如果想看多一點 或者想看更加深入的分析 想看全版 就歡迎大家訂閱PATREON 只是4元一日港幣 另外 如果想看到小火子 出post的一些通知 歡迎大家按下面那個 訂閱按鈕 就會看到小火子 出post就提醒你了 另外 亦都有不同的 資訊給大家 希望可以幫到大家 在熊市裏面 依然生存到的 這段影片到這裏 想看更多 下面訂閱了 拜拜